媳妇在娘家坐月子 肚子饿 好多东西我也不会做 今天买了排骨 现学现做 有时候感觉确实挺惭愧的 啥也不会 从今天起 自己慢慢学 放四个红枣是不行 红枣也可以啊 再放进这个一起洗一下 再放进去 把这个排骨全部给它洗干净 一次全部给它炖了 现在买肉 一次就买一斤就行 每天要吃新鲜的 买太多 放那里冷冻也不好 把肉倒到锅里面 骨气红枣也放里面 再加入清水 放到这个锅里面 盖上盖子 然后点开始 再稍微放里面 多加点汤 有营养 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怎么样 这说实话呀 这说实话呀 是我第一回包汤 还是包月子汤 美侠里多吃点 因为早上的时候呀 我妈呀给美侠 煮鸡蛋汤 可能她也吃不惯 然后我听听见她还饿 说实话 我心里真融化 心里真不知所措 所以我就赶紧 赶紧就是 就是跑去那边 跑去那边 给她 买点猪排骨 给她炖点汤 我也是让美侠给我边指挥 我边做 很多事情都会有头一回 以后慢慢的我也会经常做 你别说还真不赖 反正这放到 放到个锅里面 她可以说想吃的时候 她都可以自己 都可以说成点吃 也比较方便 等美侠吃完 到时候今天呀 我就准备把她公公婆婆 送到火车站 就是准备回河南 家里有点事 这边我感觉我一个人够 我也可以拿着下 毕竟跟咱生了一个孩子 也是有六年了 对吧 也不容易 她也受不着苦 我也不想让她 得了产后抑郁症 对吧 我也听说很多人 产后容易得抑郁症 所以说 我们希望说 每下我们都能够 是吧 开开心心的 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对吧 心情 对吧 反而没有以前那么高兴 那是不对的 咱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而且我发现有了之后 咱其实 并没有那高兴 而是咱有臭也比较多 所以说这就是咱 包括你我 咱都是 都是相处 以后 路还是咱俩去走 助力还是靠咱俩去 去照顾 也不要说 照相依靠闹闹 相依靠闹 那也不显示 你想吃啥就我 我给你走 不会 我要照顾我 啊 在心态都得放好 孩子是自己的 看起来我做的 还是非常符合我媳妇的胃口的 一会就把它干光了 再给我盛一碗吧 好 能吃是福 我还听朋友讲呀 就是抛妇产吃那个黑鱼汤炖炖嘛 它比较对伤口比较有好处 但是呢 这个教程呢 我还不会做 你说有时候咱在网上搜教程嘛 太复杂了 如果说有会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 帮忙留留言呀 帮忙打在下方 到时候我去尝试的做一下 老婆是自己的 对吧 你说你老公不疼 你靠才疼 对吧 让他好好的 养好身体 过两年之后 我们再要一个 第一胎可能说 确实压力挺大 也整得每天晚上睡不着 但是第一胎之后有经验了 以后就不会有那么累 以后说实话 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也不用说再为双方的父母 视频部门咱就不拍啊 就是每天进入咱真实的状况嘛 有好的那个事情 我也会拍出来给大家看 再见朋友们